嗨,又是我刀鋒 今天跟大家來到的就是 位於慈代Sunside City的頂層 就是這個 Ultaramang Festival 2018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就是早上大概11點左右 已經有很多年輕人帶著父母來排隊了 這個展覽最重要的是體操 第一部劇目就是 是Ultaramang兄弟的伴 應該都是銷售新超雲的劇目為主 這個展覽最重要的是看一些道具 你看到天上掛著的 全部都是拍攝用的飛行道具 另外也會放很多平時套戲用的皮套 一比一的道具 或者一些拍攝用的飛機、戰機、武器等等 也挺精彩的 給大家看看 全部都是拍攝用的衣服 很棒 另外他也會放很多擺設 讓小朋友或大人都可以在這裡拍照 握like是最棒的 你看收到多開心 好 又來考考你們的時間 他現在只是放在某個部分 還有一些背部 還有一些胸口 指甲 或者一些眼睛 你們認不認得出 這隻屬於哪隻怪獸 或者外星人呢? 嘩!很大隻哥莫拉 正啊!很帥啊! 另外這邊也有很多怪獸的資料 出場雜數等等 不過我們當然是看實物 還看紙什麼 達達A 巴勒蛋 冥菲拉星人 嘩!全部都是半身像 不過呢 這些半身像其實都放了好幾年了 上年我來 就是七星合六十周年紀念 今次就沒有什麼特別主題 所以他都捧了之前那些怪獸標本出來 都放在這裡給大家看 那今年呢 就超人的東西少些 不過呢 怪獸的東西多了 那我就挺喜歡的 我自己喜歡看怪獸多些 超人Lyce 和Jaius 這些可能比較少人認識的 那看這邊 嘩!歷代衰人大全集 齊了那些 戰格外星人 這個Emperor星人 要超人六兄弟一起合作 才打贏的 那另外這邊這隻呢 就Mathus裡面的最終BOSS 這時候也是要集結很多超人的力量 才可以打贏他 那另外一邊呢 就是一些機械的怪獸 那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機械ZERO King Joe 嘩!這隻會動的 但是呢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太多了 怎麼記了 大哥 那挺過癮的 這場裡面呢 定期都有一些超人巡場 不過呢 他們沒有schedule 那要看看你們好不好幸運 看看能不能碰到你們喜歡的超人角色 那些超人A的超獸 咦!帝拿又見到你 有一個小小子玩 嘩!那些怪獸衣服真的很棒 超人A裡面那一隻呢 我忘記了什麼超獸 成身還是導彈的 很棒 好了!魔王獸 嘩!一看就知道 即遇合體而成 嘩!這些衣服很棒 這支衣服 再看看這邊 嗯 好了!差不多走完這個館了 嘩!今年真的有很多怪獸看 很棒 今年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這個擺設了 嘩!貝利亞的魔爪 每一年呢 最重點就是這一部分 它就是 一些情境的模型裝置 你看看 嘩!好壯觀 好厲害 那些壇事好像一年比一年搞得大 之前得少少 現在越砌越大 看到很多科特隊成員都在逃生 那些情境都很細緻 你看看 那些災難現場全部做得很漂亮 即使呢 你Zoom 部機場去拍 都不怕你 因為真的很仔細 沒有偷雞 你看那些人仔 再看上去你 那麼多 那種壓迫感 你看那些模型 多仔細 多漂亮 全部做了舊化 很漂亮的 還有呢 它也會預設了一些影相位給你 那你呢 你就可以呢 躲起的洞 裡面 另外你的朋友 就可以在另外一邊拍過去 令你好像自身這個戰場一樣 你都變成光之巨人 拍出來的效果都挺正的 拍多一點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情景實在是很大的 你看 你看 真的霸了半個館 這個景很長 很長 這個也是超人展其中一個特色來的 就是呢 那些職員會幫小朋友 或者你大人都可以的 做一個屬於你自己的DVD 那就是呢 會印封面的 可以拿回去收藏 那什麼DVD呢 就是它會教你呢 做一些變身 或者出必殺技的姿勢 就會將你呢 剪回到超人片集裡面 令到你呢 自嗨地成為主角 另外呢 嘩 即將推出的X的SHF 另外呢 最新的Lugu 當然它的武器 和它的變身器呢 這裡也是大熱賣當中的 很多款式 也會呢 即將會推出的 好了 另外呢 影相區也是重點之一來的 1300英一張 大概 80元左右 那些相紙啊 相框 很漂亮的 不過呢 和超人合照呢 你就不知道它的Schedule 就算你問職員呢 它也不會回答你的 看看你好不幸運 做得不適合你喜歡的超人 正如刀鋒一直所說 去日本看展覽 怎麼可能會放過你的銀包 一定是有這個商品賣的 那每年呢 必數就是會場限定的交公仔 通常都是做這些透明式的 那今年太郎也有送了限定徽章 那另外呢 就有些餅乾 手信東西 那另外那些T恤那些 都是會場限定的 那老闆 你說還有其他時候 有些寶娜 這種手信 有些毛巾 籽子筆 筆盒 啊 那些廣告 啊 那些不能寶娜 這些人形的優娜呢 都刷到也不錯 都一樣 也有會場限定 今年有四款透明版 另外也有些不等花的東西 杯子,面帽子 筆記寶,鎖匙扣 很多款式 不過這些我們就覺得不太等花 書和CD都有 這雙好,限定7的波鞋 不過看到價錢我都不敢拿起來 有些毛巾,環保袋,筷子 都是一些實用的東西為主 T恤方面也有很多款式 看看你對不對 說是遲,那是快 看到差不多兩點 阿刀也要埋位,進去看表演 表演是不可以拍片的,不好意思 這個表演簡直就是這個festival的重頭戲 如果張飛賣2300日圓 這個表演起碼值1000日圓 因為實在是很精彩的 今天就先走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希望可以Like和Share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我們的Instagram和Facebook的網址 希望你加入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